Hello大家好,我是简小白 你们能看得出来我开的什么车吗 我今天开的不是我平时自驾游用的那个Half H9啊 开的是一辆大众的捷达 开这个车呢,你们知道我要干嘛吗 我要去拉着我的朋友带他们去吃烤鸭 开着这个捷达啊 我好久没有碰过手动挡了 这车呢,是我这个兄弟啊,黄伟 他二哥的车 然后呢,他二哥恰好没在重庆啊 正好这两天呢,我在他家里面借宿 所以呢,就把这车让给我开一开练练手啊 然后我现在去找我那兄弟黄伟 看一下 好久没开过这么小巧的车 我觉得开着好顺手,很舒服 虽然很久没有开过手动挡了 我现在呢,是要去接我那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触了 真的好舒服,好轻巧啊,真的开着 快点上来的 上头可以停车吧 可以的,等到车门口 他那个停满呢 那你找地方,我一定停还是可以啊 好吗 五六点钟,下班了 好好好,快点哦 我们没有带安妮和波妞出来啊 呃,因为要去商圈吃饭 城市的商圈的话,肯定是带不了狗狗的 啊,不是我们故意抛弃他 我把他放在我家里面 哦,朋友家里面的 然后呢,给他打着空调的 虽说很久没有开过手动挡了 但是呢,这个换挡啊 我还是非常熟练的 咱们现在把空调打上啊 哇,这风有点大啊 凉不凉快 重新的天有点热啊 太热了 这是你二哥的车 我来吗 我来在 我来,我来念一念 我来在手动挡 我来 赶紧来陪我嘛 这就是我们那个黄伟兄弟 这两天跟我们一起的 我现在呢,带着他去观音桥 去吃烤鸭 另外还有几个朋友说 哎,对 他们不坐这个车吗 嗯,我们直接过去 我们直接过去是吧 我以为有好几个人呢 我还想测试一下 这车拉四五个人的感觉是什么 那咱们出发吧 慢一点啊 开着小捷达去观音桥吃烤鸭 哎,那咱们一个很暗 不上个人嘛 都中间给你打 今日一短了 你现在是把它滑来空档 stag有了 对点 避拖水一过 就把短水鸭都有了 wool 提速怎么样 还弄吗 要变一个道右右右 我知道不用你说 还有摔空灯吗 我有 现在只能还逮得起啊 这个速度 逮得起 停下了 那个时候的挂轮灯了 因为你要提速了 必须得录到 几千转 三千转 这个车赶到三千转 我说我一点 小杰达给我干就完了 好凉快哦 开到一档 它这个空调有点冷 没有的了 要加油了 你没看到红德里的山了吗 是我的加油 但是不是 但是说这个车很健身 就是现在它这种状态 看嘛 这三个的状态下都能开一百公里 我现在车比较多 咱们 好害怕 你怕个屁 我开比亚迪F05 我那么 那很多地方 有很陡的地方 我都 我都开过来了 这个你怕啥 放心 不怕你 我们到龙福星一街 要去 接个人 啊 你不是说 直接过去吗 没有 它要七点 我们就直接过去接它 是不是感觉我们开着很丝滑 对 待会儿享受了你的丝滑 来感受我的翘头开车 蹦迪 起步山斗 比如说 你们嘴巴 比如说像迪宗 迪宗就是突然松油松离河 虽然离河它呆得走 虽然离河能带走 但是呢 它突然松油松离河 它就容易 啪 就像窜 摇一下 感觉就像窜 有顿挫感 像这种我们把离河 轻轻轻轻的往上抬 然后轻轻轻轻的 轻轻的点油 要不要看那个那个车 来感受一下这个车 过了 已经过了 来观众看一下这个重庆的摩托 这个车 重庆的摩托文化也是挺好的 挺好的机车文化 这个 它加了边框的 它跟不上来了已经 来了来了看一下 它这个车还是蛮帅的 台中的 那里又有来一个 那里来了个小姐姐 哇 后面也跟了一个 哇 在拍小姐姐 哇塞 哇塞 怎么样 兄弟们 哦 放不大 可以放不大 你看 耶 它能追尾的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小姐姐的技术怎么样 好像有点打龙头 有点 它知道我在拍它吗 这小姐姐在前面去了 跟上它 它那头盔好大一朵 小红花呢 我们要右转 哇好大一股尿骚味这个位置 来 现在换我兄弟来开车啊 快要到晚上时间了 咱们已经到 要吃饭的这个地方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刚刚 前面说错了 我们开的这个车是 桑塔纳 新款桑塔纳 不是 杰达 然后呢 现在是接上 他的朋友了 他的 他的妹妹 他的女票 你把眼睛你们给我吗 我看不大清 散光 我给你吧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怕气来 那我看不太好事情 灯火辉煌 这座城市 现在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啊 然后呢 重庆这座城市啊 在这个时间点 怎么说呢 是非常有特色的 因为到处都堵着车的 我们去吃烤鸭 再把刚刚那句话重新说一遍 开着桑塔纳 去吃烤鸭 不是开着咱们的小结达 好凉快 车里面 现在外面的温度 这个时间点都有30多度 往后收点 我看 就是这后 就是这进去 这进去 停车就停这 以后大家记住 大家来观音桥 到高峰就停这 这桑塔纳看着啊 7万多 他的儿 又来到这个繁华的都市 我以前就带他来这个地方吃 所以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老地方 我像香巴老建成一样 好多人呢 你看在这个道路两旁休息 我要吃的那个烤鸭呢 在这个 银家中心的楼上 好凉快 哇好凉快 走到这儿来 哎呀 老板脱了 老板脱了 他说了啥 啥 你要请我们吃烤鸭 好 这个老板说 去穿西旅游 今天 穿西 好 麻烦不要牵手啊 这种行为 深深的伤害到了我们 哇好多人啊 好香啊 我跟你说的 要顶位置 你不行 那儿能坐吗 等一会儿 等再收拾 可以可以 我要坐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好 以前带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哈哈哈哈 这个位置好 就坐这儿了 哪个位置你就坐了哟 这个位置可不可以 哇 这个位置好 哪个位置怎么样 很温少后就来哟 他不来 不来吧 他不来 可以 我先点哪个了哟 啊 ok 登登登登 烤鸭上了 还有很多硬菜 这个是团豆餐的 好多呀 我需要哪个了 这个瓷巴 这个鸭脖 这个土豆粉 这个呢 生菜 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配根 这个是啥呢 饺子 哎那个鱼皮呢 我很想吃 鱼皮在哪 哎 你别端远的嘛 这个玩意 是吧 鱼皮啊 超级超级好吃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菌汤锅 他已经没在重庆了 这个是皮子 超级的爽 吃烤鸭 哎 你还给我把这个 打开了是吧 谢谢兄弟 咱们吃烤鸭呢 要夹一肥一瘦的 我喜欢吃这样的 看一下 蘸酱 我呢是酱越多越好 你们看一下 然后 再加点 两根这个 黄瓜 再加这个 葱 然后呢 我吃的很随性呢 不知道你们吃烤鸭是怎么吃的 你看呀 这样吃之前啊 当然要洗手 然后呢 这样包起来 嗯 超级的满足 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烤鸭 你操作一下 你会弄吗 你是第一次吃烤鸭吗 不是吧 那你吃过的 你应该就会弄 我第一次吃烤鸭的时候 出洋相了 主要是看你怎么放进嘴里面的 这些都 都不重要 不给你看 他笨手笨脚 哇 吃个饭都没来延期的 哎呀 我不配了 吃的差不多了 吃的差不多了 不行吧 那个咱们现在吃完饭 出来逛下街啊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个密学冰城的这个 书役烧仙草 你看 书彧烧仙草 没什么生意 密学冰城面前 这么多人 这段时间这个密学冰城在网上太幻了 很多人走在边上都要唱一首歌 情不自禁的 你爱我 我爱你 密学冰城天秘密 还是观音桥这个商圈比较热闹 好玩 你一定要看小姐姐 我呀 严谨 严谨 想不到你是一个扶女 我们现在带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是观音桥的步行街啊 在步行街它有长达几百米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的一个商圈 在商圈两边有很多商城 吃喝玩乐都有 在观音桥 特别特别的 就是热闹 观音桥这个商圈呢 是 大平 商圈 解放北商圈除外啊 非常火爆的一个商圈 这边的广告屏超级多 马上这个 就是3D呀 这是一个3D的一个效果 我这个今天带的这个摄像机 露出来的这个效果不太好 之前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啊 有很多人在这儿跳广场舞 本来说带你们来看一下广场舞 见没有人跳广场舞 那么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儿拍摄结束了 这两天再重新逛一下 咱们呢就要接着往下一个目的地去了 不能一直在这儿待着 因为这个地方太热了 咱出来 就这么逛了一下 有一句话就怎么说呢 出门五分钟 流汗两小时 形容重庆非常的炎热 好了 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 朋友记得点赞 关注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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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